哈喽大家好我是王王我的魔王与你分享 那上一期呢是和大家拆核分享的战斗暴龙兽和八神太一 那今天呢来去和大家拆核分享啊 友情的上征钢铁加鲁鲁还有阿和 哎不得不说啊这两款的外包装看起来真的是超级带感 我手里这款啊和上一期的战斗暴龙兽一样都是21年的赛版 食物拿到手中啊就轻面表现来说和关注商品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关注上更多表现的是那种阴影很重的消光之感 对比之下食物就显得有些过心过量啊 还有就是在把玩的时候啊轻飘飘的给人感觉啊更像是空心的糖胶玩具 我看还有不少人在网上吐槽钢铁加鲁鲁的这个动势 重心压得很低给人感觉啊很是拧巴 安看呢确实是如此 但是你要把它和战斗暴龙兽摆在一起 这样一进一动一高一滴的错落感啊就非常和谐了 在头部的刻画上那种身为野兽的生猛感啊刻画的十分到位 仿佛下一秒就要用口中的尖牙把敌人撕碎 头上的两个耳朵啊是用到了软胶零件 身上的装甲啊是有着大面积的珠光漆和金属漆 这一次在刚狗身上啊 阴影涂装是没有战斗暴龙兽来的那么明显 装甲上呢依旧会有零星的战损痕迹啊作为细节点缀 同时啊为了去区分质感不同 金色的零件上是盘有一层厚厚的光油 在刚狗的头部还有四条腿啊和战斗暴龙兽一样 是进行了非常夸张的透视处理 把整个手办的气场啊是直接拉满 相应的也是会有着较大的角度限定 翻到底部呢细节和涂装啊都没有偷懒 在腹部的导弹舱啊还有脚底的风扇 都是有着精致的细节刻画和涂装 在脚掌不仅是有着非常明显的阴影涂装来去增加立体感 还有着非常诱人的新红美甲 在手办当中呢还附带有一个同比例的阿和 别看它体积不大 各处的细节啊可谓是十分精致 有着阴影涂装的同时 也通过不同的漆面来去表现不同的服装质感 和太一不同的是啊阿和是没有附带地台 通过接口啊可以直接安装在钢狗的背部 那至此也就看完了本款手办的全部内容 全长30厘米虽然是体积蛮大的一款 但拿在手中啊真的是轻飘飘的没有什么分量 让人感觉钢狗的综合素质表现啊 要比战斗暴龙兽啊要逊色一些 哎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之前迟迟没有入作的原因之一 那以上就是本期我们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啊记得多多点赞 我是娃娃如果有下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